国贷 这个城市 你不能说它是很完美的 对 大多数的建策 看起来还是比较普通 缺少风格 对建筑师对建筑的限制还是非常多的 其实所有的建筑师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带着镣铐跳舞 就是你需要在一定的束缚里面再去做创造 在学校我会更多地鼓励学生去认真观察自然界 观察他们身边的每一个点点滴滴事物 因为所有细微的细节都可能会给你的设计提供很多想法 在最早的时候像高迪就谈到过 就是我不需要任何去发明创造新的东西 我只需要从自然中去寻找一些灵感就可以了 在这个设计里面我们开放了一个流动的空间 从墙面到地面再到天花 整个是一个流动的一个过程 它没有像传统的空间里面 哪个是墙 哪个是天花 哪个是地面 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界限 我们做建筑师我觉得远远还是应该是从功能来出发 在大众制造的平台上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想法 车是可以变形的 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形态 它可以根据速度 根据交通 甚至根据你承载多少个人 会变长变短 甚至是再变小变大 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快地运用在我们的室内的项目 甚至是建筑的项目 甚至是城市食物的项目里面 它也具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 我是深信这一点的 那是一个装置作品 我们也运用了同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1米82乘1米82的一个空间 一个方盒子 重点是其中的一面墙 那面墙是可以根据你人 在里面行走的人的影像 传导到计算机里面 然后再去控制整个这个墙的一个活动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建筑不再是一个静态的 它是有生命甚至是有情绪有情感的 然后当你从那边走过 你对它有反应 它会同样对你有一个互动 有句话在形容建筑叫做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但就我来理解建筑应该就是音乐 甚至是一个机性的音乐 它是有生命的 Volkswagen 那里面墙的音乐